大家好,我是泰雷小剛 一開始需要請各位幫我個小忙啦 最近一直有收到熱心網友的留言 告訴我我的影片被哔哩哔哩的某個頻道偷了 頻道名稱叫做熱心讀者 我去稍微看了一下 果不其然這一整頁屬於我的影片就有這麼多 內容是一點都不改 直接改個LOGO換個簡體字就投自製影片 所以還要請各位幫幫忙 不論是去留言或是用檢舉等方式 請幫我用行動告訴對方 不要這麼不要臉,停止這樣的行為 希望能短時間看到改善,麻煩各位了 現在開始今天的主題 相信各位對催眠這個行為一定都不陌生 至少都聽過或是在電視上看過類似的表演 但是今天要講的催眠 對象不是人類而是魚類 當中不只有人發現催眠魚類的方式 還有號稱能靠這種能力捕獲魚類的大師 甚至還有高手創造出能催眠魚類的獨特陷阱 這究竟是雀有其事還是又是一個網路騙局呢? 現在就讓我們來找出答案吧 說到魚類的催眠 在網路上最有名的 肯定就是鯊魚者的鯊魚催眠術 那是少數鯊魚訓練員所擁有的稱號與技術 Neil Harvey就是其中的一員 你看他面對環繞的鯊魚沒有一絲的懼怕 甚至還用手抓住其中一隻鯊魚 像是撫摸小狗一般的安撫他 沒想到這隻鯊魚還真的跟小狗一樣聽話 停下來讓他撫摸 表情似乎還挺小瘦的 照他們的說法 這隻鯊魚已經被鯊魚者催眠了 無法輕易的離開 甚至訓練員還能夠做到這個程度 沒錯 他能夠在水裡以倒立的姿態 單手舉起這隻鯊魚 這隻鯊魚不但沒有攻擊他 還平靜的配合演出 這就是鯊魚催眠術 不過這究竟是怎麼辦到的呢? 背後的原理又是什麼? 要了解這一切 可以先從最基本的鯊魚催眠術開始了解 也就是將鯊魚在水中翻面 肚子超上 一旦進入這個姿勢 原本號中的鯊魚 就會像是被催眠一般 靜止不動潤泥白布 事實上不只是鯊魚 許多節目裡的動物催眠師 都是用類似的手法將動物催眠 被催眠的動物有狗 青蛙 雞 蜥蜥 兔子 甚至是鱷魚 都能用這個獨特的姿勢 控制其活動 不過 雖然我們人類常常會用動物催眠 來形容這個現象 但是其實這和催眠沒有太大的關係 這其實是動物一種名為 Tonic Immobility 強制禁止的狀態 是在動物碰到極端壓力與威脅 例如碰到捕食者時會出現的一種反應 他們會有明顯的暫時癱瘓 並對外部刺激沒有強烈的反應 簡單的說就是裝死 因為有些獵食者是不喜歡吞食屍體的 所以這個狀態確實能提高動物的生存率 許多的生物包括昆蟲 兩棲類 爬蟲類 甚至人類 都被認為有這種反應行為 而這種將動物以側面或背面的羊躺姿勢固定 能強制許多動物進入這個狀態 當然 不同的動物 有時候進入這個狀態的方式不太一樣 例如小龍蝦 就是透過不斷摸頭的方式 讓牠感受到來自外部的威脅 就會進入這個狀態 雖然方式不太一樣 不過原理都是相同的 做出能讓這些動物感受到捕食者威脅的動作 就能讓牠們進入這個狀態 跟催眠在本質上是不太一樣的 而鯊魚呢 也是 一旦出現這個姿勢 牠們就會進入僵直的狀態 呼吸和肌肉的收縮 都會變得更加的穩定和放鬆 並且能持續15分鐘左右 這段期間 科學家們除了能對鯊魚做研究 甚至能在鯊魚身上做出注入熏耀發射器 去除魚鉤、寄生蟲等操作 過程不僅安全 還不需要打麻藥 鯊魚之所以會如此 有一種說法是 當鯊魚被翻過來時 牠們本人會想要把眼裡看到的 顛倒視覺世界矯正過來 但是被外力給阻止了 此時 牠們的大腦就會分泌大量的 神經地質血清素 一種影響情緒和睡眠的化學物質 來避免恐慌 但是當血清素濃度過高時 牠們就會進入神經恍惚的假死狀態 一旦翻回了身又會恢復正常 有部分學者認為鯊魚之所以會需要這個機制 主要的原因並不是為了躲避天敵 而是因為交配的需要 因為牠們發現 雌性的鯊魚似乎反應比雄性鯊魚更快 這對異性想要繁殖下一代的雄性來說 可不是件好事 所以這些雄性鯊魚很多在交配時 不僅會用嘴咬住雌性 有時還會直接將其身體翻轉過來 強制雌性進入強制禁止的狀態 這樣卻能讓整個交配的過程順利不少 對鯊魚這個族群是有利的機制 不過同時 有些動物也巧妙地利用這個機制 占到了不少便宜 例如曾經有觀察到虎鯨和海豹 在狩獵鯊魚的同時 刻意地將鯊魚身體翻轉過來 讓其進入禁止的狀態 此時的鯊魚再兇猛 也只能慢慢等著被料理 使這個機制變成牠們的弱點 不過你們應該都有發現 這個有鯊魚者稱號的訓練師 最一開始使用的方式 似乎並不是如此 他僅僅是用手撫摸鯊魚的頭部 就讓其禁止不動 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他使用的是鯊魚另一個 較少人知道能進入強制禁止的方式 關鍵的部位就在鯊魚的鼻尖 原來在鯊魚的鼻尖 有數百個叫做 勞倫式狐腹的特殊毛孔 這些毛孔是鯊魚的電感受器 他能夠透過這個部位 來感知獵物的運動 所發出的電流信號 以判斷獵物的位置 但是訓練師要怎麼運用這個部位 來進行催眠呢? 答案就在他的手套上 這個手套不是普通的手套 而是不鏽鋼的金屬手套 這些訓練師在進入鯊魚群前 都會身穿整套的不鏽鋼鎖子甲魚手套 除了能避免意外發生以外 他們也能用這個金屬手套 透過觸碰撫摸鯊魚鼻頭的方式 使其進入強制禁止的狀態 學者們相信 用金屬手套觸碰該部位時 能產生特殊的催眠電流 同樣能使鯊魚進入暫時麻痹的狀態 這就是為什麼這隻鯊魚會這麼乖巧 還能配合訓練師做出這種高難度動作的原因了 不過這兩種方式 並不是唯一能催眠魚類的技巧哦 事實上在國外也有多名催眠魚師 還號稱能使用催眠術捕獲大量的魚群 但使用的方法卻和這些訓練師截然不同 這是真的嗎? 在我們見識泰國催眠魚師前 請先讓我介紹這一期全新的會員影片 和伴侶融合身體 以及射出頭部狩獵敵人的怪物 在我做生物影片這麼多年的時間裡 總有幾個生物是讓我特別印象深刻的 這兩個生物就是其中之二 第一個生物是全世界唯一被認證 100%對另一半忠誠的生物 它對另一半不只是有超級專業的愛 而且一旦看上對方 它還會直接跟對方的身體融合在一起 身體合而為一以展示他們的愛 這樣畸形的個體 不只在電影中有類似的呈現 日本最獵奇的博物館裡也找得到它 當然這個博物館會被視為最獵奇的博物館 不是沒有原因的 裡面除了有長魚人體8.8公尺長的怪物 還有各種令人吃不下飯的寄生生物 這一次也會全部介紹給各位 除此之外 這一個被網友稱為愛連的生物 正是我要介紹第二個讓我驚奇的怪物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能夠射出自己的頭 狩獵獵物 不要說是我了 連發現它的學者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它們究竟是怎樣的生物呢? 想要知道的話 快點點選右上角的會員影片吧 現在繼續我們的主題 在泰國 有一群人號稱自己擁有能控制魚群的能力 只要他們一出手 這些魚在水中便會乖乖的躺好 甚至是浮出水面讓他們輕鬆抓取果腹 為了一探這一群泰國催眠於事的真相 台灣還有行腳節目 特意去拜訪了其中一名高手 沒想到確實如他們所說 這個野外小池子裡 原本活動力驚人的鳞魚 在經過這名催眠師發力後 卻變成主持人手中乖巧的寵物 不僅在水中被捕獲的時候沒有掙扎 連被放上岸後 也沒有活蹦亂跳 試圖回到水裡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這群魚獅使用的方法 是許多地區原住民都會使用的 包括台灣也不例外 在台灣 許多原住民 包括阿美族、盧凱族 都有從其祖先流傳下來一種獨特的技術 魚藤捕魚法 每當到了捕魚的季節 祖長便會召集村裡的年輕人 一起挖掘一種特殊的藤本植物 魚藤 他之所以會有這獨特的名字 不只是因為他跟捕魚有關 同時也因為他的經驗帶有魚腥味 才有這樣的稱號 由於他們所要挖取的部位 是深入土中的根部 所以往往需要由精壯的年輕男子 來進行挖掘 在取得一定數量的魚藤根部後 竹人會用手衡量樹根的長度 並將其分成數等份放置在葉子上 這樣的數量就是一個單位 而每次進行捕魚大概需要10個單位 並可以根據水量的多寡進行調整 在取得足夠數量的魚藤後 年輕人會到河邊開始魚藤捕魚最重要的步驟 擊打魚藤 沒錯 因為他們需要的 正是這個植物內部的汁液 他們會將根部敲碎 擠出樹之後 混入一定的河水完成這個步驟 這正是魚藤捕魚 催眠魚類的秘密 原來魚藤是一種被原住民發現 類似迷幻藥的植物 他們的汁液在進入水中後 能從魚塞進入魚體 並抑制魚體內的立腺體產生能量 導致魚出現缺氧性休克 也就是暫時的昏迷現象 所以一旦村民將這些準備好的魚藤丟入水中後 吸入之意的魚 就會從藏身的石縫、草叢浮出水面 甚至連在游泳的時候 都會像是喝醉酒一樣 昏昏欲睡、移動緩慢、難以平衡 此時村民就能夠不費吹灰之力的 輕鬆捕獲這些魚 更重要的是 這些被迷昏的魚 在簡單清洗過後就能吃了 不會對人體造成任何的危害 這種捕獲魚的方式 被許多不同地區的原住民知曉並運用 像是在亞馬遜的佐哀人 也會使用一樣的方式捕獲魚類 雖然使用的植物不一定完全相同 但是原理都是一樣的 這些植物都有能冥暈魚群的能力 而在泰國的催眠魚屍 所使用的植物 正是一種在當地被稱為 薩拉比的醉魚樹 跟魚藤類似 它的樹皮與汁液 也有迷幻魚群使其昏迷的作用 只需要在水中放入搗碎的樹皮 幾分鐘後魚就會浮起 或是移動緩慢的等你抓取 這就是泰國催眠魚屍的秘密了 看完祖先捕魚的廟方 最後該見識見識 現代技術的厲害之處了 最近在網路上 我看到了不少獨特的捕魚陷阱 其中就有一個號稱人 催眠魚的陷阱 吸引到我以及不少鄉民的注意 紛紛開始討論這個陷阱的可行性 陷阱呢 是由這位頭戴黑色頭巾的壯漢完成的 首先 他先是在白板上畫上他的構想 簡單來說呢 就是建造一個八字形的通道 讓魚在這個通道裡無止境的遊 並將其長時間的困在這個陷阱裡 有如被催眠一般 確實 這是個相當有趣的想法 接著 這名壯漢馬上開工 動鎖製作這個陷阱 他從不知道哪來的地方 找來了一大片的木板 並用各種道具 描繪出了水道的外型 接著將其切割、組裝 並在外圍釘上了圍欄 當然為了讓魚進入 他還在圍欄上弄出了四個孔洞 並製作了只能進不能出的入口 還在入口附近 黏上了能吸引魚的耳料 之後 他將水道內部用石頭填滿 讓它看起來就像是真實的水道 同時也丟入耳料 讓魚能夠在裡面覓食 看起來好像是萬事俱備了 但是要怎麼讓魚進到這個陷阱裡呢? 他聰明的選擇在急流的下方放置陷阱 這樣就能讓順著水流而下的魚群 順勢的進入這個陷阱 那麼成果如何呢? 答案就是 短短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有滿滿一桶的魚 效率確實不錯 但是針對這樣一個陷阱的影片 網友們討論的重點 並不在於催眠兩個字 而是這個陷阱是否真的這麼有效? 在這邊說說我的看法吧 其實這個頻道 我在幾年前就有注意到了 也看了不少他的影片 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用垃圾桶捕魚 意外的是 他並不是把魚又捕到垃圾桶裡 而是把垃圾桶固定在河中 再把自己藏在垃圾桶裡 並在外面布下捉魚的魚鉤、魚耳與鈴鐺 等魚耳上鉤、鈴鐺響起時 他再從垃圾桶中冒出頭把魚釣起 真的是超級有創意的釣魚方式 而他的其他影片也大多是如此 都是使用或是製作平時沒啥看過的道具或是陷阱 來捕捉魚類 這樣的陷阱真的抓得到魚嗎? 老實說看了他很多陷阱的設計原理 我還真的覺得捉得到 但是能捉到這麼多的魚嗎? 這邊我就必須打上問號了 以前面那個催眠陷阱來說好了 你如果仔細看完完整的影片的話就會發現 他並沒有拍攝到魚類被陷阱捕捉的那一瞬間 而是直接呈現有一堆魚在陷阱裡面的畫面 而且從裝在桶子裡的魚被灑出的畫面你可以發現 這些魚竟然都是同種魚而且大小還都差不多 看到這個畫面就能合理的懷疑 這些魚是買來的可能性應該不小了 以這個陷阱來說要抓到魚嗎?確實有可能 但是也有不少可以改進的地方 像是魚的入口是否太小 入口的數量不夠多 以及似乎並不是所有的魚都有力氣能打開這個入口 還有像是微然的高度過低 魚可能可以跳出等等 都是這個陷阱的缺點喔 所以我認為這個陷阱要抓到如此多的魚 確實有點困難 因此才需要買魚 讓整個影片有個好的結局 但是我還是必須為這位創作者說幾句話喔 從我觀看他的頻道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認為他的頻道的賣點一直都是創意以及工藝 而不是在於高效捕魚這件事上 他總是能用特殊的抓魚想法與概念 創造出人們鮮少看過的陷阱 並實際運用到捕魚上 或許這些陷阱並不像專業的漁民所使用的那般有效率 但所展現的創意與工藝 才是這些陷阱真正的價值所在 所以這個陷阱是否真的能催眠魚類 甚至是做到這麼多的魚喔 或許不用那麼認真的看待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請給我個訂閱 同時也千萬不要忘記 觀看這一期全新的會員影片 和伴侶融合身體 以及射出頭部狩獵敵人的怪物 我們下次見 提醒各位 現在影片留言區已經開啟囉 歡迎各位的留言 不過由於留言比較多喔 小剛會優先回覆付費會員 以及購買超級感謝超級貼圖的人 當然你們大家的留言以及指教 我會盡可能全部看過的 請各位踴躍討論吧